拍完這集之後,我覺得自己真的很賢良熟德 幹嘛咬啊?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麥花田 包得鮮蝦雲吞的人當然是心地善良、賢良熟德 通常都是婆婆、媽媽親手包雲吞給孫兒孫女 你什麼時候見過無婆會包雲吞? 白雪公主,先去本獨雲吞 你們看什麼童話故事 這次我包這個雲吞可以說是一個不正宗的廣東雲吞 正宗的廣東雲吞的皮是黃色的 因為傳統做雲吞皮會用鹼水和鴨蛋 所以看上去廣東雲吞的雲吞皮通常都是黃色的 但我買不到 我只是買到白色的雲吞皮 還有一隻,法例有沒有規定包雲吞 一定要用黃色的雲吞皮 沒有辦法,唯有張遮一點 用白色的雲吞皮包出來的雲吞 我自己覺得味道上和黃色的雲吞也不大分別 儘量有黃色的買黃色的 沒有的,好像我一樣買白色的 其實問題也不太大 不如我們看看其他Youtuber 怎樣做廣東雲吞 他們用的又是什麼材料 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我們將它全部切粒 這位師傅很認真 他真的去街市買新鮮的豬肉 你留意一下他選擇這塊豬肉 應該是五花腩 所以你看到有肥有瘦 包雲吞很難完全用瘦肉來包 買瘦肉來包雲吞 咬起來真的很韌 不好吃 要選豬肉的話 最好就好像師傅一樣 買一些肉回來 要有肉的地方 要有一定的脂肪 這樣吃起來 那塊雲吞的餡才會比較鬆軟 口感才會好 如果師傅那麼有時間 又有心機 就可以買一塊新鮮豬肉回來 我通常選擇最方便就手的材料 我用了急凍西班牙黑毛豬的豬肉碎 然後早一天放在冰箱裡解凍 第一很難剁 第二我用西班牙黑毛豬的話 那些豬肉味就比較重 而且通常都是肥瘦很均勻的 對我來說都是非常適合做雲吞的餡料 如果你像我這樣 又想快點有得吃 又不想慢慢剁 大家可以買急凍西班牙黑毛豬的麵豬肉 除了爽口蛋牙之外 好吃的雲吞總是有獨特的香味 就是雲吞的靈魂材料 大地魚粉 一般來說很多都會用很多料 譬如大地魚 芝麻粉 很多的 但我們家裏做的 我怎樣買大地魚粉 或者自己磨 做不到 剛才師傅在片段上說 包雲吞 家裏吃的 去哪裏找什麼大地魚粉 始終有大地魚粉 味道才在 沒有的話總是差一點 大地魚粉 我自己在網上的超市買 賣香料的店 最喜出望外的 就是有一次我去泰國雜貨店 原來他們都有小小瓶的大地魚粉 可以找到的 就盡量找大地魚粉 包得雲吞 你也不想少了一股靈魂的味道 所以要吃好東西 有時候也要出多一點力 除了大地魚粉之外 我認為另一樣靈魂材料 其實是雞蛋 雞蛋我會將蛋白和蛋黃分開 蛤?雞蛋也算靈魂材料 待會告訴你為什麼 醃製豬肉 放少許生抽 然後快手拌勻 平時放生抽後 通常都會放老抽 現在煮雲吞餡料 放老抽也看不到 所以不用放老抽 然後放少許鹽 是不是很奇怪 我很少放生抽又放鹽 通常我只會放其中一種 不用生抽 那餡料就不會太濕 待會雲吞餡 水咧咧的弄穿雲吞皮怎麼辦 放完餡料 當然是放白砂糖 平衡味道 拌勻一下 然後又少得大地魚粉 其實我用了四份一斤的豬肉 這裏都是放一茶匙左右的大地魚粉 已經很足夠 拌勻後 然後加上蛋黃 大家留意一下 我未拌勻蛋黃的時候 豬肉還好像硬硬硬硬 拌勻給大家看看 用手捏幾下 將蛋黃拌勻入豬肉 你會發現免治豬肉 會越來越黏手 越來越高黏性 你用手拿起它 再輕輕搭一下它 如果它有些黏著碗 又有些黏著我們的手 那就應該差不多了 這時候加少許生粉 生粉的份量不太多 這樣就可以令肉滑一點 拌勻後就可以備用了 這位Youtuber也是師傅級的 他去街市買了海蝦 新鮮海蝦還有蝦膏 因為有蝦膏 就有濃一點的鮮蝦味 而我學廚的廚藝 要自己去處理新鮮海蝦 需要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去買了一些急凍蝦人 其實我光顧了附近的凍肉店公司很多年 每一次都是爽口彈牙的 大家都可以考慮買這個急凍蝦人 做這個雲吞的餡料 雖然蝦人的包裝上 通常都說已經去殼 去了腸 殼真的去了 但不知為何去腸方面 總是還有少許殘留 大家最重要是把它們清潔好 根據以往一些中廚大師級的師傅教路 要處理急凍蝦人 要他們爽口一點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生粉水洗一下它 就可以洗走蝦人上面的滑滑滑的東西 除了加一些生粉 還要加一些胡椒粉 還有少許鹽 接著我們就會搓勻它 搓勻了之後就加少許水 現在就再在這些生粉水裡面 再洗一洗蝦 目標就是要搓走蝦身上面那些滑滑滑的東西 完成之後再在水喉水之下洗一洗它 拿乾水分之後就可以在廚房紙上印乾了 想將蝦人印得乾一點 最好都是幾粒幾粒一小撮一小撮的印乾 有生粉水洗又要過水 接著又要印乾它 目的只有一個 吃起來的蝦仁就會爽口一點 接著就可以將蝦仁都加進去 我買的急凍蝦仁其實不算很大顆 所以我就沒有說什麼一開二又怎樣切開它 拌勻之後我們就搓一下那些餡料 讓它盡量起膠 起膠就是把餡料盡量增加多一點的黏性 我們用手搓一下幾下再拌勻 就可以準備包雲吞了 包雲吞的方法中雪紛紛 香港很有名的麥文記 每隻手指用一次就可以把它變成一粒很美食的雲吞藝術品 真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包雲吞封邊的時候一定要封得緊 千萬千萬不能讓它落水之後爆開 我就預備了雲吞皮蛋白和餡料 有些人就在封雲吞皮的邊邊塗些水 有些人用蛋白 蛋白又比水更大的張力 我就用蛋白封邊 雲吞落落湯的時候真的沒有爆開 就算雲吞麵當成了幾十年雲吞麵那些 都是教你只要攤開雲吞皮 放了適量的餡料 然後捏緊它 讓它不要爆開就可以了 我這些學廚就抱著實驗的心態 就去用不同的方法包下雲吞 有些高手就教我由下而上接三角形 但又不要完全搭著雲吞皮 然後就把左邊和右邊多餘的皮 接到中間的部分 這個方法好像挺容易的 而另一種包雲吞的方法 就是把雲吞皮的四角角摺到中心的部分 然後再將凸出來的部分 才慢慢摺到中間 然後捏在一起 而還有一種就是亡我的包法 即是把所有的邊聚在一起 然後就把多餘的部分都捏向中間 然後捏緊它 這樣又包到一粒雲吞 哪個方法好些? 我發覺無論用什麼方法包 煮完出來的一粒雲吞 粒粒差不多 我的理念就是 包好一點的一粒雲吞 就不是包好一點的一粒雲吞 包一下包一下 原來都已經包了二十隻了 吃不完可以放冰格儲存 首先在鍋裡下少許鹽 然後就加些滾水 等它煲到大滾的時候 就將雲吞落下去 下了雲吞之後 用筷子輕輕動一下雲吞 讓它們不要那麼容易黏底 大概滾4-5分鐘 雲吞就可以撈起了 煮好的雲吞 可以放到湯館裡面 我們不會用現在煮雲吞的水來做湯底 因為通常這些水裡都有過多的澱粉質 為了賣相加分 我也是為我的淨雲吞煮多幾條芥蘭 有些人會用豬骨和雞骨熬出來的湯底 但也會落大地魚 在家製的湯底 如果你用大地魚乾來熬湯 當然更好吃 如果沒有的話 也要加些大地魚粉 加了大地魚粉之後 就可以加些雞湯 如果有自家製的豬骨湯 雞湯當然更好 這裡兩小包的雞湯 其實都是500毫升 因為街買回來的雞湯 都是濃縮的 最好都是加少許水 然後加少許鹽調味 隨便攪勻一下 在這個湯底裡加少許狗黃 滾這個湯的時候 狗黃有很獨特的香味 其次就是狗黃顏色漂亮 用狗黃來做裝飾 看上去都漂亮些 吃起來都開心些 這個湯底用10至15分鐘煮滾就可以關火了 加上湯在雲吞裡 哈哈 大功告成了 有時間都在家吃麵包鮮蝦雲吞 或者廣東雲吞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LIKE 和SHARE 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